而随着查尔斯王除继位 英国国歌天佑女王 也将更改为男性版本的天佑国王 此外在英国拥有女王印记的物品 像是现金 邮票以及护照等等 也都得进行改版 就连纽奥等大英国协的成员国也不例外 大批英国民众聚集在伦敦白金汉宫前 哀悼女王逝世 并唱起了国歌天佑女王 但随着伊丽莎白二世的传奇人生画下句点 天佑女王短期内也将成为绝响 随着查尔斯王除继位为查尔斯三世 英国国歌将更改为男性版本的天佑国王 但这还不是女王逝世后 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唯一改变 从现金 邮票 国歌再到护照都有女王的印记 新国王查尔斯三世继位后 这些都将进行改版 整个英国除了苏格兰外 几乎所有的油桶都印有伊丽莎白二世的王室印记 虽然现有的油桶不会被立刻更换 但新制作的油桶将换上新的国王印记 事实上不止英国 许多大英国协的国家像是加拿大 也都必须更改货币和护照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超过70年 几乎多数英国人都没有经历过其他君主 她的形象和所代表的密码 都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女王撒手人寰 日常点滴必须改变之外 也象征着一个大时代的落幕 胡连哲编译